中方高度关注在阿富汗的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目前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在正常工作 大部分在阿中国公民已经在使馆安排下先机回国 对自愿留下来的零星人员 使馆一直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指导他们加强安防意识和措施 并协调阿富汗有关方面切实提供安全保障 近日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已经发布了多条安全提醒 请尚未向使馆报备的在阿中国公民 诉告现住址形成本人及国内亲属的联系方式 具体信息可以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的主页来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丧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ruggled to get back to the next denk 發 而兴飞的过滓